记者许世影台北报导 贺罪片花甲大人转男还经在台举办试骗 花甲卢广众在片中意外穿越到15年前 更汉国名老爸蔡正南再度上演 已经到底的对骂戏 但立场相反 变成儿子教训老爸 长度3分40秒还比电视版长 蔡正南更爆料 他都真的推很大力 导演曲友宁帅主要演员蔡正南 龙少华 康康 柯淑妍 海玉芬 刘冠婷 江仪荣本人一同看片 他说当初花两个多月完成电影版剧本 34天拍摄完成 更大赞演员表现 每一场都超乎预期 最大咖客串除了何润东 陈一涵恰恰恰同正名 也饰演2003年的自己 花名刘冠婷和雅婷江仪荣 也是片中一大亮点 刘冠婷不仅被赞帅 还大笑粉红色奶头 海玉芬当场亏他拍摄前先漂白 让他超害羞 曲友宁透露 该片成本约一亿 先前针对非电视粉丝试片 有70%的人 即使没看过电视剧也表示喜欢 让他自信票房两亿应该到得了 电影花甲大人转男孩也打破过片记录 2月9日于全台89间戏 仍同时上映平面联访 记者宋志雄社 平面联访 记者宋志雄社 平面联论